如果说已经有已经有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今天执行一次他会他会产生一个 执行OK 执行完之后的话 这边会产生第一季 可是如果我再执行一次呢 再把执行 反正发现真错为什么 因为这个名称已经存在 所以你不能 他这个 工作表名称的不能重复啊你不能第一季又来个第一季 那除非你要再把它改成 第一季之一之二这样 但是有点麻烦 那怎么样判断方法很多 第一个最简单方法 你可以去判断说 你在新增之前就是在 刚开始的时候一辅的 一辅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判断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血泽点抗争 就是说如果大于多少 大于三个的话 如果 这个血泽点抗就是工作表总数 大于三 等于就是四个嘛 四个的话呢 就是要怎么样呢 把那个第四个给删掉 END IF 有没有 如果 因为基本上有三个 一二三月嘛 第四个一定是 多出来的 如果你的条件是这么简单的话 比较单纯 第一个方法就是判断总数 如果 他的 那这样怎样 把最后那个删掉 或者是把第一季删掉都可以 那怎么表示 就去词 其实以后就记得嘛 工作表名称 那他后面可以用index index就是第几个 或者是用名称 你也可以用 第一季 或者是第四个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就把第四个这个删掉 然后删掉的方式非常简单 点什么呢 点 直觉的 Delete 够简单吧 delete 拼错了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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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elete 够简单吧 所以以后你要删掉哪一个 你就直接 哪一个 工作表 第几个 或者是工作表名称都可以 delete 点delete就好了 好那把它移上来 我们来试试看 大于现在是大于 这边怎么多一个 那这个要把它先停掉 OK再跑一次这个要把它删掉 好那再一次 因为现在已经大于 所以大于 总数 所以大于删 然后把最后一个delete掉 好 但是呢你会发现 delete掉之后你会发现他会跳出什么 这个对话视窗 这个就是他会警告的讯息 你还要怎么样按一个删除 那问题来了 其实像之前就我就教这样子 就回去同学就有 他可能删好多 因为他有第1季第2季第1季第5季好多季 然后他想要怎么把所有的 就是工作表删掉 因为 尤其是同学怎样他是自动产生报表 自动产生好多好多好多个报表